We will be star get you back 贞品保障 放心饮用 这张后卫很长 这个能噎下去 今天我真的是尝到了舌尖上的法国 艾菲尔金塔超白兰地 单评爽码价1988 今天在我直播间 来88两瓶上车 瞬间800多单了 还有10秒钟 3 2 1 来 下车 假的不行 我是卡斯 卡斯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那上个月呢 我回到我们那个老家 一个四县的小乡镇 那我有个超市是开舅舅的 我这个人就有个好习惯 逛超市的时候直奔酒水区 自从跟你在一起 结果我也是这样的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好习惯 惊奇的是 我发现了这个巴黎铁塔 这是同款吗 同款 而且他们说卖的还不错 在超市里面呢 这样省的就跟这样省的 跟这样省的都有 做一个酒类博主啊 秉承着神龙长百草的精神啊 我一瞬间一上头就让阿多多拼团了 多少钱啊 五瓶加起来一百出头 买亏了 牙齿什么间能给你买两张 XO JK 他叫JK JK JK 买了一瓶十八岁的JK 所以呢我们今天讲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我们先试喝一下 试喝一下 试喝一下 第二个事情呢 是我也咨询了一些 做酒类供应链的朋友 我们尝试今天讲一下 这些泛洋酒背后不为人知的意义 讲道理呢 我其实是蛮期待的 这都没开吗 都没开我真的很期待 赵斗姆斯喝了吧 我们先喝个威士忌吧 我们先喝个威士忌吧 第一瓶是我们的 Jack Silby 我真的开一个箱子 你可能再一看是 Jack Daniel 仔细看 Jack Club 再仔细看 Jack Silby 十八 Distil & Bottle By 山东 700毫升 40度 赵斗老师说的十八 是什么意思 十八什么意思 在豆油桶里面 18天 再好的包装也掩饰不住 它豆油桶的本质 给我闻一下 我今天会不会走不出直播机 我不想到会有这种味道的酒 我的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 我觉得我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这回我觉得 见过世面 好高雅 别走 别走 这是真的 我跟你描述一下 像什么 狮子板 在一个长蘑菇的地里 发霉了 而且里面好像铁精的铁硕 嗯 是吗 是不是 是啊 舌头里面划过一圈 它很一致 你闻到什么味道 你喝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我会工伤吗 你这个情况社保都保不了 这款给大家拔草了 Jack Daniel 是不是 岳方表兄弟 确实确实 Jack Daniel是属于我大学的时候 一次喝太猛了 至此我之后再也没有碰过的酒 但现在我愿意喝它一个 第二支 苏华氏1698 1698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懂 它比这还是原厂的 这还是超大的 人生嘛 在于体验 你真的是不计设 哦 所以刚才那个Jack Suv 它有孟婆汤的功效 不太敢了 一样的味道 一样的 你闻一下 一样的味道 老铁们 如果你们对这两支都种草的话 选期买就可以了 因为一样的 除了我谁还会买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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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喝吗 没准喝的味道不一样 喝的味道不一样 老铁们要咽下去呢 它好一点有个巧克力尾 哇 刚才说这一身不错 它是一次性的 开了就塞不进去了 真的塞不进去 塞不进去 塞不进去 这是志华士情报庄 这是正路的 真的很嘎 以前这个有点太宽了 所以现在变细了一点 那就更方便了 搞得很想适合一下志华士 你就待这里了 好下一支 伯顿尊尼 终于要喝到XO了 它还有盒子 我给你看 这个盒子长得像拿伯顿尼 Premium Brandy 优异的白兰蒂 XO 有点那味哦 它有重品标志 这个二维码 我们还是要捍卫一下 我们的购物的权利 你所查询的产品为正品 谢谢选购 酸的 走一个吧 走一个 这个还好 比大家那个好 这个确实不错 咽下去了 这个能咽下去 下一个葡萄原汁白兰蒂 纯净水 焦糖色 正品标志 紧防甲帽 哇 这个好厉害 正品保障 放心饮用 61块钱 哦 61块钱四瓶 哈哈哈哈 我感觉没喝过嘎主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我怎么感受自己喝过酒呢 这个比那几个威士忌好一点 你的包容度已经这么高了 我想知道他们月销多少 月销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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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有赵东老师 多死了 它像什么像刮扒 葡萄梗 葡萄皮的那个味道 咽下去了 咽下去了 咽下去蛋白完成 咽下去了 啊 这张后卫很长 啊 后卫很长 你好色 看这 好朋友 人头马 XO 人头马这个设计也用很久了 其实在我们很早期的时候 看了电影的时候 已经对它非常有印象了 太阳屏 盘上一个太阳 太经典的设计了 以至于 可能巧合吧 有点像 远房清晰吧 他们应该买了一个正品 回来放 傅田鞋是吧 他们有写说原液产自法国 今天我真的是尝到了舌尖上的法国 最后一个 好听吗 它不是最后一个 8的铁塔 245 还行 还行 已经走位置了 我可是喝过原树周期表的男人 XO可以喝 不太正路 但是呢它会比这两个威士忌好 就可能干一的文化在展中国 更深厚一点 不好意思说那么假 铁塔试一下啊 我最期待的 也是我的入门之作 有点质感 嗯这个闻起来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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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原液的镜头是不重啊 只要30分钟就可以进化了 你这可以 真正来说能喝的下去的可能只有两款 铁塔跟这个 我在短暂的时间内建立出了一套 他们的评判体系 并且选入了中间的佼佼者 不会是这个酒类博主吧 你刚刚这个被噎桶有一箱 Jack's your deal 哈哈哈 哈哈哈 还起不干净 我现在真的有点怕了 实际上它是真的很好耳朵的 大家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去试 那 开始蒸酒吧 纪念一下我大学的生涯 拿个酒线给它租租信 你看这酒花 这酒线 Jack Daniel 卖的最好的甜达西威士忌 Jack Coke 就是它最经典的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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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看个乐喝的部分到这里完结了 以这个喷嚏 我们摔杯为号 两个硬币进入我们的支线系列 嘎酒之后 今天的几支酒摆在一起 我们从背标得到了一些信息 这几支嘎酒的生产地址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 山东 山东其实是一个物产非常丰饶的地方 它本身是个天然的大港口 所以海产非常丰富 黄海渤海都在周边 黄埔是山东的吗 黄埔 而且这个地方种的水果也非常好 我记得我吃过山东的大葡萄 大苹果 然后大樱桃 所以呢是这样的 整个山东的酒的产业链 它是随着一个国产的葡萄酒巨头 将它的整体的葡萄酒的产业都布局在了山东半岛这个地方 随着这个上下游一整合 山东葡萄酒上下游的供应链是非常完整的 所以有很多好的葡萄酒能在山东酿 那后来10年之后呢 整体国内的葡萄酒的市场混合 下滑了 烈酒市场上扬了 那这一些传统做葡萄酒的山东老板 就买个大蒸锅呗 买个蒸溜器呗 他就可以做一个烈酒代工的生意了 这个时候比较简单的金酒福特加 那就拯救完色了呗 这也能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不难的 他也能做一些不能称之为香槟的香槟 除此之外更难一点的烈酒 像是威士忌干液 大家没有这样的经验去做的 那他就进口呗 山东有很多港口嘛 所以他天然有进口的优势 所以整个产业类的出现在山东 是一个很错重复杂的原因 它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那进口的这些原料 我们知道干液有分VS2年 VSOP4年 XO10年 那这也讲的都是人马宣这些大厂出来的 那一些村里做的白兰地呢 两年以下的酒呢 那这些酒销往哪里 对不对 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些背标后面写说 原液来自法国 本质上没有错 所以这些酒进到来二次加工 就变成了电商上面卖的这些酒 但是产品质量怎么样呢 见仁见智 在我的看法来说 你不能把它叫假酒 你只能叫做劣质酒 劣质酒 因为我们人体的味觉跟嗅觉是很天然的 为什么吃到苦的东西一开始会不愿意吃 是因为苦的东西在自然界里面代表有毒啊 净化让你吸得了这套系统 如果你这个东西闻不了或者喝不下去 说明这个东西有点问题 那其实这整个产业不只是山东有的 四川也有这样的产业 然后沿海的城市 福建啊 广东啊 广东东东莞 梅州都有这样的夹酒产业链 再加上整体附近的工业的供应链 搞个瓶子啊 开个磨啊 像在广东啊 其实以前有很多这些做干液的特大的夹酒产上亿的这些 但是因为福建跟广东的干液市场非常大 相对来说监管也会更严一点 然后这些大的这种团伙就给端掉了 主要办到夜店了吗 对 散的渠道的话 夜店量肯定是大的嘛 为什么我在夜店喝不醉 夜店的酒啊 这我有发言权了 哈哈哈 之前我在上海的某KTV啊 就就就就喝酒嘛 那喝的什么酒 蓝带这酒我太熟了 从小喝到大 棋盘的那种帅杯啊 你给我拿起来 一喝 嗯我精准的知道26度 哈哈哈 他兑水了 后来那个赵董老师还跟我讲了一下说 你不能叫人家甲酒 他顶多叫个山寨酒 就是想仿但没有完全仿 月立月 没必 哈哈哈 人头佛 老干爹 对我们讲个甲酒这个字吧 就这个字从哪里来 我们知道其实建国以后出现了一些 拿工业酒精就是甲醇去参进这一些酒水里面 以至于把人喝到失明 甚至意外身亡 甭管怎么说 在这假东西的启发下 我创造一种假东西 你创造出什么来的 假酒 工业酒精兑凉水 那缺德 害死人 对 我研究不是那种假酒 这一种是在上一个时代的甲酒案 但是在这一个时代 食品安全的进步一部分 再来就是没有人会想身上背个行事案件吧 所以他们也不会轻易拿到这东西去冒险 再者现在的使用酒精成本很便宜啦 也很干净啦 所以它大多就是使用酒精加上香精香料 然后再调个色 所以我更偏向于把它叫做烈之酒 虽然它所有手续都合法 但是它整个瓶声就只写着一个字 嘎 你也只写这块事情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呢 这一群酒我买的时候 我当时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酒做出来 那些人为什么会买 它满足了什么需求 因为你所有的买卖 都是基于需求去做的匹配 我想到这么一个需求 我们要提到几个数据 中国的烈酒市场 只有5%的市场是泛氧酒的 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大多数的人还是喝白酒的 但是呢 大家都有一定的这个社交的需求 比如说它想摆在家里好看 显得洋气 fancy 是吧 它不一定会喝 那它在超市看到一个这样的瓶子 这写着标价2000块钱 这个也长得很像是吧 就小一号嘛 就看着没什么区别嘛 卖39 很难不心动 很难不心动 很有性价比 所以我觉得如果它就天天然然做成像是装饰酒的东西 那很好啊 你就写着说not for drink 什么这太好了 其实你买个什么百灵潭啊 也就几十块钱啊 那为什么不喝这些呢 我在那个旧酒的超市啊 我真没有看到百灵潭 中间有很多信息差啦 有一句话叫做北上广深之外才是全中国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有些人怎么去消费这些东西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 这是最难的一个事情 就像那种小神社的夜店其实也太久了 你朋友的那个婚前party 我们喝的那个叫什么 流洋白蓝鱼 多少的套餐啊 998的套餐 然后给你上12瓶浴茶 然后6瓶什么气泡酒 好像之前那个粉也得 这粉之也是这么一样的事 聊完了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很有趣 我跟我爸聊了一下 我爹就会说 在生我养我的那个年代 市场更加一样 我爸就说 在他们那个年代 听这种假酒的东西 就很多这样的事情 在我长大的那个年代 90年代吧 算是全国的行事案件 每年150万起 是个动荡的年代 他们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事情 见过李奇亚诚儿子被保驾的年代 那用时间的维度去看这个事情 毕竟整个养酒文化进到中国来啊 其实还是一个蛮早期的阶段 所以当一个新兴的事物 进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总是有一段野蛮生长的时候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激荡30年 讲的是从改革开放78年开始 之后30年的故事 讲到79年可乐进中国 等等的东西 我会对应的去问我爹吗 你第一次喝可乐什么时候 你第一次用微波炉什么时候 第一次用电饭饱什么时候 如果用比较动态的眼光去看 有一条时间轴 所有东西都是先进到市场 然后野蛮野蛮野蛮 然后等到他在这个市场充分竞争了之后 一个秩序会被建立起来 受众的数字也会一起提高 那这个时候市场真的会去告诉你们 这个东西真正的模样应该是怎么样 因为我也不相信 刚才讲的那些嘎酒它是长久的企业 它不会像这些百年企业 因为其实我们收到那些粉丝私信嘛 有些人他真的会拍个嘎酒说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看即将三十年有感就是说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去学会 保护自己跟保护身边的人 后来你就可以很骄傲地去跟你的孩子说 我是在那个野蛮时代的情历者 我见识过2022年的春天 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热爱他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割了很久但没有关系 还是挺用心准备的这一期 其实这个酒我买了有一阵了 这个题目我也想做的有一阵 可不可以点个赞 点点赞吧想上日门了 好久没有看到那个小火标 你们点点赞上上日门 我的创作热情可能会像那个小火苗一样 有小火苗日门 更谢谢 久不见我是卡斯 我们下期再见